近百公尺的青牛花廊道 红色灯笼高高挂 廊道里除了花椒 还陈列传统婚礼时必备的礼品 器具以及喜茶 现场也有中式婚纱礼服提供民众拍照 营造喜气洋洋的欢乐氛围 吸引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参观 感觉就喜气洋洋 所以我刚穿了一套新娘服 回忆古时候 那我们有那种回忆 妈妈那个年代 听妈妈的年代 那个感觉 所以很开心 我累计来三天 半喜事的这一种气氛 让大家进来开开心心的 喝个喜茶 那让未来的一年 会大家更顺遂 平安健康 在古代 我们就是会讲丁茶 就是新娘会凤茶的丁茶这个仪式 然后汤的部分 我用阿里山的小夜种红茶 然后再加上红枣 还有我们柜员的部分 能够让大家幸福的感觉 绿浪到另外一头 则以丝瓜落 制作的屏风妆点 营造欧式风格的咖啡 手作甜点的体验空间 获具巧思与创意 就让大家更放松 尤其在阿里山下 这个感觉跟不一样 感觉台湾是比较有一种 浓浓的那种风情味 就是 不管是对人还是事物来说 对 都还蛮有浓浓的味道的 我们特地用阿里山的咖啡 那这个甜点就是 就是有起司的感觉 一口咖啡一口甜甜 吃起来特别的幸福 感觉特别的快乐 这是给我们更多的脑肥 除了美丽的青牛花绿狼道 现场还有展示在地 优质农产品的田野市集 希望游客能以行动 来支持在地小农 新唐亚太电视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